我們看這個極限的基本原理 第一個原理就是極限的唯一性 就是說如果一個樹類如果收斂的話 或者說如果這個極限 樹類有極限的話 那麼這個極限一定是唯一的 這個顯然我們就不加以證明 而且如果極限等L N趨近無雄大的時候 這個N等L的時候 那麼你這N-1N加1也都會趨近L 這個當然顯然也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當然是顯然的 那我們就不證明了 現在就是說我想要告訴各位 一個很深刻的原理 這個原理叫做科西判定準則 科西判定準則是怎麼講呢 是說我們這裡講是說 如果它有極限的話 極限是唯一的 另外這個科西判定準則是說 如果的話 一個極限能是極限存在 極限是唯一的 另外科西判定準則是說 如果一個極限 極限是唯一的 而且很後面的那些項距離趨近0,極限就存在了 極限存在,極限一定是唯一 如果後面的那些項,如果越來越靠近,趨近於0的話,極限就存在了 問題是我們講這個的話,就要用它 所以我們現在來舉個例子 我們看這個立體液 立體液的話是說 A1等於根號2 然後AN加1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這是2加3AN 好,那我們現在問一個問題 立體液 AN趨近於物重大 這個AN等於多少? 那本來應該 因為我們只是想把答案算出來 本來嚴格講的話,你必須先要證明什麼? 證明這個極限是存在的 那如果極限是存在的話,那麼它極限是唯一的 那如果極限是唯一的話,我們再來求 那現在的話,我們假設它極限存在 通常判定一個極限存不存在的話,也有一個準則 這個準則就是什麼? 第一個,這個準則是常常有用 叫做威爾特斯拉什麼什麼判定準則 就是說,一個極限它有什麼呢? 有界,就有上限 如果說一個極限的話,它是地增 而且它有上限的話 那麼它的極限一定存在 不過我們現在不證明這個極限存在 我們假設它存在 假設它存在的時候,我們來計算這個極限 那怎麼計算? 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知道 Limit m趨近於無窮大 an加1 等於哪裡 Limit m趨近於無窮大 am 就是假設極限存在的時候 唯一,而且有這個條件 當然的話,這個不一定加1 加2加3加4通通通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把這個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你把這裡取極限 Limit m趨近無窮大 am加1 這裡的話 Limit 取極限,因為極限存在 所以我可以這樣取 Limit 取進去的話 這Limit可以拿進去 更要到 2加Limit m趨近無窮大 AA 好 但我們知道 這個極限我假設是A 那麼極限當然是A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A算出來 所以A平方呢 就等於2加A 那極限A就可以算出來 A平方 A-A 減A-2 等於0 1 1 1 2 1 2 1 2 1 1 2 1 2 2 1 2 1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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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